暑期档电影市场可谓是蓬勃 已经陆续出了好几不口碑票房巨家的电影 而在8月10日上映的爱情公寓电影版 也是众所期待的暑期电影之一 因为有着爱情公寓情怀 又是时隔十年在推新作 因此自然是自在话题不可关注的 但是这不得领的上映过程 却是波折连连 先是被王传军This超级没有内涵 随后又发生了侵权事件 在重重关卡之下 爱情公寓终于顺利得以在本月10号上映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 该电影一上映 就被排山倒海式的差评淹没 究竟怎么回事呢 该电影够半评分狂低到2.6 将近90%的观众打了一星的差评 要知道这可创下了该影视系列 最低评分了 有观众强烈吐槽 这简直就是在留观众 消费情怀 更有观众详细的评论 爱情公寓里的人物 在干片里连主角都算不上 主角其实是袁红 爱情公寓根本就是客串 有的观众在观影过程中 就忍不住用手机打了一星 可见其愤怒的情绪 还有观众表示突然理解了之前为何不发预告片 感情就是怕被观众发现是一部盗墓片 甚至有观众认为之前王传军说的完全正确 选择继续演出是明智的 其实早在该片上映之时 就被爆出该片其实是跟南派三叔的公司合作 主演是袁红刘天祖 一次被盗墓笔记填坑 当时曝出来的剧情 也是讲述了爱情公寓 六位住户到新疆旅游 进了一个唐朝古墓 从而开启了一段探险故事 如今看来之前爆料确实不假了 只是原本开机时 片方还表示不会用爱情公寓的名字 但是不知后来为何又用了这个名字 但是显然效果反弹激烈 毕竟这是赤果果 得打着爱情公寓的名号 在填到墓笔记的坑 粉丝怎么能轻易甘心被溜伞 而影版爱情公寓这样的做法 让粉丝愤怒的原因 也是在消费以及层情怀 毕竟观众是为了看爱情公寓 才买票去电影院的 只能说 爱情片方这样做 是在败坏观众最后一丝丝的好感度 编辑 ZOOC ï 我们下期再见